来到了下落的全明星阵赛的现场 在我右手边请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张哲涵 那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期待 他对于全明星这个阵赛 还有现在现场的气氛有什么样的看法 哈喽张哲涵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腾讯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拿着吗 可以 很开心能够来到全明星的赛场 然后真的能够感到 能够感觉到 就是所有球迷来自全世界各地球迷的激情 然后最期待是能够见到我的偶像韦德 然后看他的最后一个赛季 然后最后一次的瞻尾连线 就是这也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的心愿 其实你刚刚说到韦德球迷 其实我也是韦德球迷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中国NBA粉丝 他们都是就是为了看韦德 还有说是为了看韦德 还有为了看德克诺维斯 因为这也算是他们最后一场全明星的这个比赛了吗 那你觉得除了这两位也即将退役的老将的看点以外 还有哪几位球星你是非常非常期待他们今天晚上表现的 我觉得还有 还有Jams啊 还有Harden啊 还有一些新入选的 就是像 本西蒙斯 本西蒙斯 还有那个恩彼得 还有那个像 有这次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那个绝境队的那个 约基奇 对对对对 大中风 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很笨重 但是却是每次都能掌控比赛的那个节奏 然后很全能 一个很全能的中风 那哲涵你应该是也来到了夏洛特几天了 你觉得目前为止夏洛特全明星的气氛怎么样 就很浓啊 我觉得整个城市都是 所有不管所有的餐厅酒店 还有各个每个商店都是会贴上All Star的 他那个标语 然后然后一结束了 他们就会有after party啊 然后整个城市 我不管我去超市买东西还是什么 就enjoying your party 就是大家都会很享受这个时刻 对对对 那最后我让你来预测一下吧 詹姆斯队和字母哥队 因为我之前说 詹姆斯队和字母哥队 有点像美国队打世界队一样 因为字母哥队有很多国际选手嘛 那你觉得这两个球队最后 他们今天晚上哪个球队会赢 然后比分预测一下 我觉得会在150分左右吧 两个队的比分 然后我觉得这次 我觉得字母哥的队会赢 因为我觉得字母哥这次 当选了东部的那个选人的队长嘛 我觉得他是有股劲儿 我觉得他会比较认真一点打的 就是想要证明他们自己球队 不比勒布朗詹姆斯 那个群星闪耀的那个球队差 对 现场就这么多 把我们的画面转回给腾讯演播室 期待大家继续收看 接下来的全明星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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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